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你的叹息 好了 房车里的第一顿晚饭也吃了 工作也已经做完了 狗子也溜了 现在就要收拾收拾 准备睡觉了 今天是我们住在房车里的第一晚 我们今天就要体验我们的额头床 到底舒不舒服 压不压抑了 第一次睡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中午睡过了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我还没睡呢 洗脸 洗脸看牙齿 新房车里刷的牙都特别干净 是不 这个盒儿确实有点小 果汁呢 就躲在它的窝里面 然后果粒躲在桌子下面 小两口虽然一块儿带出来了 但还是分床睡 上床睡觉 小郭给咱表演一个活上床 好了 我要换衣服了 快 我们床头和床尾都有灯 把灯打开 把这个窗户伸上去 哎呀 这边就不用了 这边的灯已经被这个床垫挡住了 窗户也被挡住了 咋样 哎 内力恨 神仙还是紫样 而且 一点都不压抑我觉得 虽然说老郭这样坐 坐不起来 你坐一下 他这样坐确实是坐不直 但是我们躺床上也不用坐呀 你就靠 靠地上就行了 对呀 我就挺舒服的 不会感觉到很压抑 不会感觉空间小 对呀 你看空间其实很大 你看 这么宽 这么宽 好了 关灯吧 好的 晚安 明天见 早上了 起床了 果子都开始叫了 你坐下睡咋样 睡的不咋样 为啥 我也不知道是昨天晚上火锅吃太多了 肚子反忧 还是茶喝多了 还是说我睡在这儿 潜意识里怕掉下去 还是说对这个床我不适应 睡不着 睡不着都罢了 睡着了一会儿就醒了 一会儿就醒了 然后醒来之后迷迷糊糊的 感觉肚子也不舒服 头也不舒服 哎呀 难受得很 你睡好 我昨天晚上自从睡着之后 一觉睡到刚刚 我睡挺好 你可能是因为太激动了我感觉 这有可能 你昨天中午不是说 你午休的时候睡可好吗 对呀 我昨天午休的时候就特别好 但是昨天晚上不晓了 睡得很 一点都不舒服 我现在还张嘴 不停地张嘴流眼泪 起床起床 溜果汁 溜果粒 溜完回来接着睡 哎呀 我的天哪 溜她了 溜了十几分钟了 她俩也不见上厕所啊 我有点受不了了 我有点拉肚子呀 哇 你还不起床啊 不行我拉屎了 不行我拉屎了 这也是咱们房车第一拉呀 要纪念 这俩小家伙还在这等呢 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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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我收拾床铺的时候 不是那么好收拾 但是我觉得 能克服说 而且我睡得很凶 你从床车过来的 房车虽然你说这个额头床空间不够大 咋地它不比床车强 是不是 你再适应两天你也就适应 我跟你说我适应的很强大 我估计昨天晚上是吃火锅吃得太狠了 肚子不是拉肚子 就是肚子里面一直在闹腾 一会就醒了 一会就醒了 我觉得很美 小郭再给大家表演一个猴下船 你好烦啊 轻轻松松看到没 其实把梯子放上的话 没有多大意义 我觉得这样完全能接受 你呢 我也觉得能接受 但是你能不能别拍我了 我没梳头没鞋也没刹牙 怕啥 可以 相当可以 昨天晚上居然把梁吃光了 他只要能在车里面吃饭喝水 一切都是正常的 他慢慢就能适应的 把梁补上 我来给咱俩准备早餐 怎么了 你每次准备早餐 我都知道你要准备什么 豆浆吗 知足不 知足 哎呀 够了吗 够了吗 够了 再来点黑豆 这个是重点 人到中年不得已 豆丁里都要放枸杞 没有盖盖 豆浆 OK 好了 不用管了 他自己去打了 哎呀 好家伙 你能够着吗 能够着 打两个饼 哎呀 我来吧 要不我来吧 煎俩鸡蛋 早餐就这么搞定 换鸡蛋打开 咱们现在有就要用上 这叫油烟鸡 你个吐鸡 哈哈哈哈 一顿 捡点蛋蛋的早餐 就搞定了 煎蛋配饼配豆浆 开始 干个杯吗 那么你的仪式感吧 小心烫 生活笨改如此 下雨啦 我们就躺房车里吧 这日子真的太舒坦了